哎呀 指甲油我都不懂擦 但樣子漂亮不行的 指甲也要漂亮的 不要等了 今天就去學DIY靜指甲吧 想學DIY幫指甲扮漂亮嗎? 當然要來專業的美甲學院 只要你想到的顏色想到的款式 這裡通通都可以學到 而且學完還有一套禮物送 咦 什麼來的這個 這個是同學補DIY班的時候 會送給他們的一套工具 有齊這套工具 其實回到去已經可以幫朋友 或者幫自己都可以遮瑕膏了 現在疫情沒得出去遮瑕膏 自己可以在家遮瑕膏 其實難不難的 大概做多久 如果在家自己做一些很簡單的款式 其實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首先先用菜條修好夾型 用推皮鎖 把指甲邊緣的死皮推起 然後用死皮剪 剪走死皮 最後用海綿鎖 輕輕磨指甲表面 就可以開始遮瑕膏了 首先塗上一層底油 然後上色膏 最後塗上面油 做好了 剛剛學了雲石碗 現在看看我和Missi做的分別 這個是我做的 這個是Missi做的 現在就開始自己合夾了 不過不用怕 老師會在旁邊指導 但也不要指望老師 要不然就學不會了 那就OK了 哇 全部顏色都這麼漂亮 是啊 快點選一個拿回家吧 啊 選擇困難做法作 這麼快我就學完膠夾了 還有一堆禮物帶回家玩 我很開心 我現在就準備出發下一集 學其他東西了 那天我去學嗎 好漂亮啊 這間Out of Colors 除了有很多款現成的唇膏之外 還可以DIY個人化唇膏 不只有很多款顏色給你選 還可以混色 而且還可以自己決定唇膏的外殼 和黑名 好漂亮的 哇 好多打卡位啊 這裡 攝影師哥哥 可不可以 好大支神哥啊 入實驗室這麼緊急掣 哇 打完卡當然要做唇膏啦 我想問一下怎麼做的 首先我們會選擇質地 然後再選擇顏色 我們有三個質地選擇 有sheer mac 和cream 選擇完質地就可以開始試顏色 那我就選了兩隻顏色去混 然後再試上嘴 滿意就可以開始做的了 DIY唇膏的過程裡面 全程都有碰完協助 所以不用擔心會出錯了 現在可以先選擇香味 那我們要… 那些味道可以自己選擇在唇膏上 是啊 都挺特別的 我有點驚喜 檸檬味是很舒服的 我聞下去 選擇好味道之後 分別加入維他命E 可可巴油 防曬 透明質酸 和修護 攪勻之後 加入容器裡面 然後交給店員去雪凍15分鐘 然後選擇唇膏蓋 再加上字體就可以刻名了 嘩 好美啊 嘩 好閃啊 嘩 整完了 我終於有一支唇膏 是我想要的顏色了 那家裡那支 好美 接著我講到生活路線圖 怎麼少得吃呢 特色主題 意大利Fusion餐廳Phenomenon 幾個月前正式進駐尖沙咀特溫 餐廳主廚以豐富的意大利廚藝經驗 結合了創意和經典的烹飪手法 設計了獨創全新風格的意式Fusion菜 餐廳豪裝特設LED隧道 特大LED螢幕加上特長鏡面 打造一個變話無窮的絕對打卡亮點 而且設有兩間VIP房 非常適合舉辦派對 這間餐廳新開的時候 我已經想來吃了 不過沒想過今天會自己來吃 嘩 正啊 好多食物 我現在要試試這個龍蝦湯 它是用龍蝦頭咬六個小時 濃縮成為龍蝦湯 試試看 好濃縮 這個呢 他們說是用芝士和淡氣熟出來 變成這個芝士泡泡 我試試看 嘩 真是很輕身 它也挺重奶香 芝士感覺不會太膩 先買番茄出來 這個就是法國的Gelato蠔 還有它加上了馬丹蝦 還有這個檸檬魚子 老闆說要一口吃光 我現在就試一下你 它們真的很配 平常吃生蠔會滴檸檬汁 但它沒有 原來檸檬魚子就是有這個作用 還有呢 剛才他們說 原來真正的Gelato 是會有雷射有一個G在後面 好大隻帶子呀 來 試一下 我沒試過帶子加粟米的配搭 真的很配搭 我第一次看到一個龍蝦意粉 會是整條龍蝦肉起光 而且是幫我切完一塊塊 真的超貼心呀 試一下 它的龍蝦肉很彈牙 很棒 這集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滿足呢 如果你們有任何周末的計劃 歡迎留言告訴我 拜拜